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又介紹一間高性價比的東門酒店 上次我們介紹7000酒店的時候, 收集了好多網友的意見 所以今次介紹酒店之前, 我們研究了比較長時間 在決定入住瑜伽酒店曬布站店之前, 我已經去了幾間網友推介的酒店 質素都不錯, 但空間小一點, 所以最後就放棄了 這間瑜伽酒店的優點在於房間比較大, 超過200呎 有不少活動空間, 價錢只是263元一晚, 非常超值 除了房間比較大, 設備亦非常新, 因為今年年初酒店才翻新一次 現在入住的確是黃金時機 曬布站店是一間比較高級瑜伽酒店, 整座大廈都是瑜伽酒店自己 樓高6層, 總共145間房間 酒店大堂比其他瑜伽酒店好多, 看得出瑜伽是想提升自己檔篪 住客上電梯時需要用到智能卡, 保安系統做得不錯 先介紹一下交通安排, 由羅湖站坐3個站到曬布站 在D3出口上地面, 之後180度轉身 沿著行人路走, 不用過馬路 行2-3分鐘, 會到達瑜伽酒店門口, 相當近 另外, 由酒店去東門都不遠 出了酒店門口之後, 轉左手邊 去到路口位, 再轉左手邊, 不用過馬路 一直向前行期間, 會見到深圳小河 過了條小馬路後, 會入到東門小食街 前面就是太陽廣場, 路程不用10分鐘 酒店房間的裝修是有點Design, 看上來比較舒服 房間又不會有太Trip的感覺, 大部份設備都非常新 這一點就很重要 我覺得房間的光線太過油和, 不夠光碼 但可能有部份人都是合適 單人大床同樣是1.8米, 兩個人睡覺卓卓有餘 而且酒店提供了4個枕頭 整張床不論是枕頭, 床單, 被鋪, 都是算雪白 就算把枕頭和被鋪翻轉後, 一樣是雪白 表現好不錯, 值得加分 想不到床身比較白, 跟其他酒店好不同 我喜歡這一點, 而且我當晚睡得幾舒服 床頭一左一右都有小型床頭櫃, 兩邊都有USB位 以及供電插座, 非常方便 可以想到, 這間房間應該是設計給兩個人住的 不過供電插座, 不適用於香港插頭 我只用了兩個USB位來充電 足夠應付我的手機, 相機, 和小米平板 酒店Wi-Fi需要用大陸手機電話號碼來驗證 沒有大陸手機號碼就上不到網, 對於好多香港人都非常不方便 房間有一個窗口, 所以在日後就足夠光線進入房間 相信對房間的衛生有不少幫助 窗口根本沒有什麼風景, 附近還有間小學 早上會吵少少, 但問題不太大 電視機大約是32吋, 如果坐在床上看電視, 會覺得電視機很小 機頂盒可以看到幾十個電視台, 包括兩個TVB 但若完全沒有電影選, 這個有點失望 電視機下面有一個行李架, 可以看出這間房間比較有條理 有其他位置有收納架安排, 方便大家擺放不同物件 這一點非常好, 是有心思的 冷藝機雖然好新, 但機頁已經出現問題, 不可以左右擺 就算上下擺, 都會出現嘎嘎的聲音 不過制冷能力很強, 要調到30度才不會覺得太冷 冷藝機下面有一張書桌, 有3個供電插座 不過亦沒有香港鏡的插座 書桌雖然不是很大, 但款式都幾好看及實用 將椅子設定是幾有型, 亦都相當好坐 書桌燈又不適合我心水, 有點怪怪的 酒店沒有提供蒸餾水, 但有熱水爐 而且酒店將紙杯包住, 非常衛生 其實洗澡間有一個淨水設備, 理論上可以自己飲用 但因為我想飲熱水, 所以煲滾了才飲 洗澡間大小剛剛好, 如果再細一點就會好逼夾 牙膏, 牙刷, 紙杯都有兩套, 而且不同顏色, 方便大家分開來用 兩條毛巾沒有包裝, 但這些不是很大問題 浴室是用浴簾來隔開, 沒有固定湯門, 這一點我不太喜歡 但想不到浴簾隔水的效果相當不錯, 有點意外 花灑水力就OK, 熱水源源不絕 房間隔音效果比較弱, 如果有客人在走廊大聲說話 住客就會清楚聽到 廁所門好殘, 應該忘記了翻新廁所門 整體來說, 這間房間設備相當不錯, 活動空間足夠 一個人住非常舒服, 地點亦算方便, 價錢只是263元 性價比相當高, 是東門酒店的優質選擇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片是有用的話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留言及Share給朋友,多謝各位